大家好,又來到鳳學IAL的時間 我們就講到書中的第六十到七十三版的空間 其實我們會討論一個新的概念叫做Ecolibium 我們去找一個Ecolibium的時候 其實GENERAL的形式我們描述成這樣的情況 跟我們一般單向箭咀嚼的分別是它可以前和後的 所以我們會問一下其實我們可以怎樣去形容這件事 我們會發現原來其實在這樣的反應裡面 是會有一個常數的我們就叫做Ecolibium constant 有時候我們會寫KC或者KP 甚至後面你會看到KIN等等 但只要我們看到K一塊東西 我們就叫做Ecolibium constant C的時候stand for concentration P就會是pastal pressure 其實這個位置就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記住 就是只有一個東西可以影響到你的KC 就是在你的水平裡面 就是那個Temperature 只要你不動Temperature 是不會搞到KC的 那你只會可能是shift Ecolibium position to left to right 等等 這個就會在Book1裡面都有說過 其實它會比較favor 可能是左手邊或者右手邊的反應 那所謂的KC是怎樣計算呢 那我就會喜歡這個叫法 就叫做 留意大世界 全部前面這個Number 就是12345 其實就是那個A 小A 那大A就是那個Species 那我可以簡稱KC的計法就是CCDD overAABB 那我來找一條實在的例子 來講一下 書裡面的61條有些實在的例子 那我們先hypothetically說一下 general numbers 那留意一下 因為我們計算 這裡是一個中括弧的 中括弧的意思是代表 concentration 所以我們要尊重一下 我們正在處理的 concentration 所以譬如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有A有B這樣的量 那你本身是0來的C和D 到最後你總是會少了一些 因為你現在這兩邊 即是A和B是最多的 所以一定會移動去由手邊 去產生一些product 那我們叫那個product 叫做Y的amount concentration 那所以他們兩個 都應該會一起少了Y 那麼多 那所以當我們要去計算一個KC的時候 我們就要拿這一堆數 這個concentration 去計算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Number 那我也知道的 Chemistry裡面如果看到太多 這些 abbreviation 這些Number的話 其實就變得好數學 所以我們可以試一下 真的要找個數字來看看 那這裡我作了一個Number 也是近次 A和B 就變成C和D Initially A的concentration 是3mol b 是2mol 那一開始的時候 比較少一點 那它對它們的 那我不知道它有多少 我當它是X 因為它們的Ratio是1-1 所以這個是X 這個一定是X 那因為它們跟 右邊的Ratio都是1-1 這個也是很完美的假設 可以不是1-1 但是也是1-1 簡單一點的時候 那於是它就減掉了X 所以我們把整個公司都放進去 因為它們前面全部都沒有數字 最簡單的做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們上面 這裏都是沒有一個Index 那我們就做到這條式 那假如這條題目裏面 給你的KC是0.5 這個位置你要想想 爲什麽這個KC是沒有單位 就這樣說0.5 你要記回之前那幾堂討論的問題 如果真的忘記的話 可以留言給我問 為什麽這個KC是沒有Unit 那假如這個KC是等於0.5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這條公式 這條公式之後 就用回中1-2 倒數的能力 我們把這塊東西 弄上去 整理好排位 整理好排位之後 這邊又有X2 這邊又有X2 於是我把這裏整個東西 整個東西又伸過去 伸過去之後 你又有這塊東西 這塊東西之後 當然你可以變回1 但我們在學校裏面 建議大家用FX50那部機 那Program Run 就用來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叫做Quadratic Equation 如果你們去到中4的時候 就會開始處理 怎樣Quadratic Equation 因為這條是很完美的 要得到兩個答案 都是整數來的 但實際上 考試一般都不是整數 你拼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叫Program去計 那你會發現 X是-6 我還會寫是rejected 那你又要想一想 為什麼這裏會是rejected 如果又是有不明白 又要去問我 在做這個損失的時候 留意幾點 你在這個計算中 處理的Concentration 就不是Mode 所以如果你給的是Mode 這次你就要故意轉做Concentration 才可以叫這條Formula 因為這裏全部都有中滑戶 第二 你一定會Craft到這個Table 去做計算 Craft不到的話 就一定是做不到 第三 你一定要去解決 一條Quadratic equation 如果最後不是一條Quadratic equation 你都一定會錯 到最後 就指銀洞來說 如果我給你KC 你就會找X 如果我給你X 你就會找KC 即是像這個情況一樣 我一定是給你KC 你才找到X 如果我給了KC 即是書中的例子 我就是因為有X 所以我會把KC 所以我會把KC 你也要留意 如果你裏面有一個S 即Solid 你就當它的Concentration 是1 即是否認識它 不要當0 因為你整一個0 在數學上 就很嚴重 所以我們就當它1 1就是不用理它 我們現在上面這條處理的 全部都是要計 全部都是同一個Phase 我們叫做Homogeneous Reaction 因為它們全部都會同一個Phase 我們如果有Solid的話 就應該會有Hecterogeneous 我們要問問 KC KP 其實可以有什麼用 譬如我們用這條的Equation 來看看 因為這裡有兩個是S 我拔走它 即是這裡是A 變C 和D 所以C 我拔走它 於是KP 就直接等於 Carbon Dioxide 的Persetal Pressure 這條式裡面 我們會發現 KP 就會隨著你的Temperature Increase 我們什麼時候KP 會大於1 就是Temperature 大於1173K 那意思是什麼呢 即是你那個Kalcium Carbonate 一定要Hit過了這個Number 從而令到你那個 Carbon Dioxide Pressure 大於1 即是你才能釋出二氧化碳 即是簡單來說 這條公式是在告訴你 究竟我多少度才可以 將這個東西 去Decompose 那這個呢 就是怎樣使用 一個KCKP的 一個很高階的用法 那我們今次 正在討論 Equation 也想知道有什麼Factors 可以影響到 一般來說 我們還會有4個 1 2 3 4 記住 只有第一個 即是Temperature 可以動到你那個KP 或者KC 所以如果 譬如在Exofermic 即是Delta Extra Negative 的情況下 當Temperature 是Increase 的時候 你的KP 或者KC 就會跌了 那這裡就是一個Example 即是如果我這個 會變得高溫的時候 我就會向這邊走多些 即是少些Product 或者Equation Position Shift to left 不過留意 當你動到Temperature 你就一定會動到KC KP 因為KC KP是定義 in a givenTemperature So when you are trying to use Shift Concentration Once the mixture is altered We can calculate KC 比如說QC 你一動 我們就會使用一個新的Number 叫做QC QC其實計法 跟KC一模一樣 因為你動到Concentration 是不會動到KC 所以你只要給足夠時間 其實你的QC 總是會回到KC 現在的問題就是 究竟那個QC 是大過 還是小過 KC 於是你就可以 預計究竟那個反應 會多些是向右 或者是向左 第三 你可以轉得到 也可以是 Pressure 第四 就是Catalyst 留意 Catalyst 是在加速反應 到Equilibrium 並沒有改變KC KP 因為唯一一個改變KC KP 在這個Catalyst 就是Temperature 這次我們先說到這裡